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华人正念减压中心 我是胡君梅 我是姚怡君 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正念的运用啊 使用的范围非常广 从在肚子怀孕的孕妇 孩子生出来 有正念的分娩 慢慢长大 成为一个幼童 正念的教养 成为学生 前少年的正念练习 毕业之后在职场 正念减压 正念认知 正念疼痛 自我关怀 甚至于到最后的临终关怀 在这个全人的历程里头 从出生到死亡 都有正念可以介入的一个地方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 正念就是适合所有的人来学习吗 在有些情况底下呢 学习正念我们就不太推荐了 很多人就会问我们说啊 正念减压的课程 我适合吗 我现在是不是有什么状况 是不建议来上课的呢 第一个 如果说像现在有正在处在一个物质滥用 什么是物质滥用呢 像是说有酒饮啊 毒饮啊 药饮这样子一个问题 在急性期的时候还没有去处理 这个就是第一个不适合 包括说像是急性的精神病发作 或者是急性的思觉失调症的 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目前如果在情绪急患当中 有很强烈的自杀的意念的伙伴 那在这个时候 其实也不介意来上正念减压的课程 那还包括我们在心理治疗上会讲到的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如果是正直发作期的时候 确实会不适合 因为我们在做正念练习 很多时候我们会安静下来 然后我们会眼睛闭上 虽然会有引导语 但是刚刚讲的那些伙伴 比如说像思觉失调 或者是像自杀意图非常强烈的伙伴 很有可能在他这样子一个眼睛闭上的过程里头 他很快的又会下到他自己的 原来的那些思维逻辑思维架构里头去 他不一定很容易的能够跟上这样子指导语的练习 那他也需要非常有经验的人来带领 所以正念其实对所有的人确实都会有帮忙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状况的伙伴们 其实是需要药物、医疗的处理 还有其他的心理跟社会的系统介入 协助处理完急性期的状况之后 再来上正念的课程 才能够有比较好的帮忙跟注意 我是躁郁症 我现在在治疗中 我有ADHD过动症 我现在在治疗当中 但是我忧郁的情绪还是很明显 恐慌症 但是恐慌症一直在发作 那这个时候的我适合来上正念减压的课 我坐不住欸 可是这个是比较是他们再会问说 适不适合来上八周的MBSR 有人问啊 不过这个真的其实是还蛮看的耶 Case by case 如果他本身比较有一个System 在support的话 就还比较OK这样子 话又说回来 假设他真的到门诊 然后还可以问这种问题 病症也没有这么的严重 病症真的严重的 他就不出门了 没有你讲的那个是非常严重 但是还是有可以出门 但是他没有办法维持2.5个小时的状况 那后来怎么回应 这应该是Case by case吧 对啊 我觉得就是 他不是一个统一的答案 对就是一定不能来上的就是 很即兴起的啊 对 他说他都有在服药 所以他还是觉得到预心下很重 你刚刚是不是举了这个例子吗 他说我住不住欸 所以回应不住 有些时候是看这样子 就是他会不会影响到班上的其他人 这是还蛮重要的 这我们刚才没有讲 我们确实有些伙伴 他自己的状况 其实会很容易影响到其他人 那如果他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然后他又有他的一个支持系统 那哪怕他在服药 那个其实 服药不太是我们觉得 不适合上的一个药件 而是急性发作 所谓急性发作 就是有些时候药也压不太下来 对 以前我的老师跟我分享过一个 他说他有一次 一个学校的场合 孩子就很躁喔 其实他就是这样一直跑 一直跑 他也没有去 就是这样去弄你这样子 但是随着课程慢慢进行 他孩子就慢慢比较安静下来 所以其实对于班级的干扰 他也是跟他的肠育有蛮大关系的 急性身体状况好像还好 好像还好 好像还好 对啊 他们掉的点滴就可以下来了 好吧也是 可以啊 他手段脚段只要意识清楚 急性疼痛 那先吃颗止痛 腰再开始整天 可以还是可以 可以啊 身体上的疾病 比较不是太大问题 但是身体上 假设是急性的疾病的话 他通常也会留在医院里头 其实各种方式都有他的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分几个层次来看 因为我们不是在医院里头的机构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做社区机构 社区机构里头会来的人 跟在医院里头会来的人 基本上还是有不一样的 在医院里头会遇到的是 比较可能会遇到一些重症的病患 所以他们其实还会有 比较多的筛检的那个历程 但我们在社区里头 我们比较不太会有机会遇到 太重症的病患 那谁适合来上正经检押的课程呢 那正经检押它的大概长相就是 每个礼拜一次 每次两个半小时 为期大约是八周 有些时候会到十周 看时间安排不一定 里头会大量的运用到 语言还有文字 所以适当的语言跟文字的能力 也是重要的 有没有办法能够在2.5个小时当中 维持这样的注意力跟体力 也是要考量的 比较不太是青少年的课程 比较好是16岁以上 青少年有属于青少年的 老人家有属于老人家的 都会有针对不同的年龄族群的 一个正念训练 还有一个部分其实很重要的 正念检押的课程 正念的课程 需要有意愿来投入 调整跟改变自己的意愿 希望自己更好 也希望周围更好 所以如果愿意从自己出发 愿意从自己开始来做练习 那是非常适合做正念的练习 然后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到 当我开始对自己更友善 更知道怎么照顾好自己之后 彼此的关系也会慢慢的变好 所以如果没有了意愿 积极来参与投入正念的课程的话 来上课的话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效益 说实在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带领者的经验 我必须要说 其实这个一定还是有 对 你就可以带有自杀意图的人 contain的那个能力 是有绝对的关系的 一个部分带领者对这部分有没有sense 他对这部分他会不会害怕 他知道怎么处理 对 因为这些人很容易一句话 就戳到他 然后他就会整个跳起来 所以会变成是 带领者没有看见或 因为看见过度害怕 其实都是问题 对 可是这已经是回到是 带领者的状态了 不过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是很重要的 现在坊间就是有些伙伴 他可能 他并没有受过一个足够的训练 他就开始在带这样子一个 正念的课程的时候 然后看不到嘛 看不到的话 就会不知道可能的风险在哪边 你有在录还是没在录 有啊 你真的有在录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做 正念解答的训练 我们会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其实是有遇过 进来很早上一上之后 觉得不适合 多少都会有 对 对不会说百分之百都没有drop out 那个也太夸张了 但是至于他会不会drop out 有几个因素决定啦 第一个当然就是他自己的状况 第二个就是带领者他的处理的经验跟能力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像在 我不要说在哪里好了 但是他就是直接标注说有忧郁症的有焦虑症的不能来 这不能剪进去 剪进去就使劲啦 所以我刚才已经开始在笑 就不能剪进去得罪其他人 正念课的from 会不会又发 把问题又发出来喔 应该说正念的练习有些时候 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会很直接的去跟自己深层的一些状况去接触 之前如果是用切割的 我们用逃避的 我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一些伤痛嘛 那一旦接触的时候 有些时候会有非常急性的一些身体跟心理的反应 确实这是有可能在上正念课程 或在做正念练习当中 会面临或者是会引发出来的状况 在这个时候其实有经验的带领者 能够协助辨认跟处理这样子的状态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慎选正念的机构 跟有经验的带领者 其实是很重要的地方在这里 你这样子讲让我想到 没有我直接讲例子 我直接讲例子 就是其实有 就选我们pick pick us 这让我想到一个例子 就是那时候我被邀请去帮那个受报妇女上课 你知道他们其实是住在那个庇护所 那住在庇护所 他们的人去火车站带我的时候 他们还会绕路 就是他们不要让他们被设定 对 然后每次都带我走不同的路去上课这样 好了 那去给这样子一个受报妇女上课的时候 大家知道大部分人在上正念课程 都非常喜欢的一个练习叫身体扫描 那这身体扫描对于受报妇女来讲 可能就不是第一顺位的训练了 因为它很容易会诱发她的身体被abuse 身体的不愉悦的经验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在上这样子的课的时候 其实那个敏感度就要非常高 课程的配置就要配置得很小心 身体扫描是不是要放在课程里头 那如果要放 要怎么放 要先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前提条件 让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再开始进入身体扫描的练习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并不是说我一盼热心 然后我想把它带给谁就带给谁 所以对于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症状 不论是身体上或者是心理上的症状 当我们要把正念带给他们的时候 其实确实我还是建议比较小心一点 比较好 应该是说其实prama sensitive 这种训练本来就是 MBSR里面很重视的一个部分 尤其是近年来 对于创伤要有敏感 要能够辨识出创伤 能够有一些基本的处理创伤经验 包括带领的技巧跟方式的调整 其实这本来就是在 正念减压师资培训里面 其实很重视的一环 那听起来真的 如果是坊间 就是里面的正念课程 就会很危险 要看喔 要看就是说 如果学员本身是有重大议题的话 那就确实是要慎选 说坦白话 这是一个啦 但是即使是没有这种重大创伤的这样经验的人 其实有些时候在正念练习的时候 还是有可能会引发出一些 这样子很强烈的身体感受 带领者有这样的能力去处理 那个其实也是对学员的一种保护跟尊重 也是身为带领者的一个责任 这部分在西方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那我们在正念带领的过程里头 很重要的是没有伤害嘛 No harm 但是如果我对伤害 基本上我都看不到的话 那我就不会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伤害这样子 我想题外话问一个个人好奇 若不设的棒就拿掉 那是不是其实是有那种必要 在课程的进行的时候 被有一些什么急性需要的药物 不是啊 这个其实不是正念老师要去做负责的 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是医疗人员 那很多不是医疗人员的正念老师 你要他怎么办 他不能随便给药啊 对啊而且我是因为我是医生啊 那如果不是医生的 如果是滋伤心理师 他也不能给药啊 所以没有 那他如果有需要急性到用药的话 确实是急性发作嘛 那其实是另外要有 不是正念课程要去处理的 必须要有其他的系统要一起配合的 所以正念不是万灵丹就是这样的 是你急性发作 然后来上个正念课 所有的事情就会被解决 我是真的遇过点险 你运气也太好 运气太好了 对啊 夜路走多了 遇到点险就叫救护车啊 不过还好不是 我们不是在课堂上 我们是课后 然后大家一起吃饭 那个学员他还很热心哦 他还帮大家倒水啊 倒一倒倒一倒 我怎么看他就这样软下来了 真的倒下来 然后就开始口吐白沫 去急诊室啊醒了 然后他就很坚持 一定要回到课堂上来 回到课堂上来 就要特别的观察一下 他有没有表情的变化 因为实际上他那个是有表情的变化 每一个东西哪怕他很 看起来是很快速的 他都是有个历程嘛 然后在潜持用具上 都要特别的敏感 不要再让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病人 他不会不知不觉又把压力带在自己身上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一定要去process那个团体 不要让其他人对他产生歧视 我正想说 其实他如果是急性的癫痫发作 或者是很频繁的癫痫发作的话 确实是他有可能 因为这样疾病的历程 影响到他自己的学习 还有其他学员的学习的时候 确实是在上课之前 或者是在上课中 必须要去做考量跟调整的 在这一集的节目里头 我们提到了说 正念其实不适合什么样的伙伴 那正念适合什么样的伙伴 在一个适合的状况之下 正念减压以及正念的这些课程 确实可以提供我们生命中很稳定的力量 好 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这让我想到我侄女 她就臭后受伤住院 然后其实躺在那边 她都没办法动 甚至于讲话都没办法讲话 因为你知道 有些时候急性住院的时候很吵 我身体已经不舒服了 在这样子一个很少的医疗环境底下 又更不舒服 那时候我就在她耳边 我就轻轻地把我们的练习音档 三分钟呼吸觉察的练习 放给她听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练习练习 她的心就比较稳定下来 太帮了 请试试